说你看赶到这天晚上 葛楼下百合一个 吴湛江一个 这哥俩开一台车 接的盯着当时的史连发 看你什么时候出来 说你看眼瞅着哥 快六点半了 史连发的司机一台虎头奔 停门口着 史连发上车了 丁百合开着车开始跟 这边拿个电话啪一干过去 小哥 咱这边跟上了 说你看他这方向 奔那个杨浦大街那个方向去了 你跟着他 我马上就到 好 哎 好了哥 啪啪这一撂去 这边车跟上 丁百合还有当时说谁 吴湛江 他俩一人一把五连子 跟过来了 没等说开出去六七公里 正好说赶上有个小道 人还挺少的 小的车可后边也跟过来了 吴湛江坐副驾驶这一丑 憋的 这一说憋的 丁百合巴一给油 呲喇一下子干出去 啪啪一下子 给车憋那的 后身的小子也是 这台车呲喇往上一顶 一个车憋虎都奔前面 另一个车顶到后屁股 是不假里边的 怎么跑啊 丁百合吴湛江 一人一把五连子 丁刚一下来 别动了 别动 别动 都别动 打死你啊 说你看个车里边 一个他妈史连发 一个史连发司机 都麻了 那连发大哥哥 后边抱个脑袋 哎 别打 别打 都蒙了 说你看大理小子 车里这一下来 他是空手下来的 但是从后座里边 他没拿五连子 拿个什么 拿了一把枪刺 哎 像青绿色那种铁轿的 趴着一拽下来 一把小枪刺 往那车前面一来 大虎都奔 现在你见着哪个奔车 挨自己的 谁敢憋 但是那个时候 社会太猖狂了 到后门这块 拿着晚上 车门来 打开来 下来 憋 憋掉 一喊憋的 小子一回脑子 百合打他玻璃 一喊打他玻璃 丁百合罩着后边玻璃 空腾这一下子 玻璃打稀碎 给史连发吓的 哎呀 我操 别别别 我开门 我开门 司机都蒙了 门趴着一打开 史连发爆个脑子下来 兄弟 别打 哎 你是不是难关小贤大哥呀 啊 那没说的 不冲别的 就冲你这名头 那小贤大哥就必须得砍你 知道不 说不砍你的话 我对不起今天 我白天啊 大哥叫你兄弟给删个嘴巴子 我当兄弟呢 我没有脸的 你们能删我大哥 我就删你吗 大哥 一个道理 但是我不删你 啥意思啊兄弟 没什么意思 啊 没什么意思 蹭 撕拉这一下子 说你看小子敢干不 赵肚子就撕拉一下子 扑吃一把 给当时史连发扎掉 就瞬间 啊 啊 哭撕这一下子 这还不算完 枪刺得干里边这么长 一手指头 史连发往地下一躺 小子拿着的把枪刺 哎 罩着脑袋 罩着胳膊 操 操 操 连发大哥搁地下 哎 我的 哎 哎 把那窍拿过来来 窍拿过来 这窍趴的一拿过来 往里边一怼 记住了啊 我叫大李小子 啊 我叫李玉良 你们不都怕那什么什么小贤吗 贤哥吗 我不怕他 你可以告诉他 老子我是巴里铺的李玉良 牛逼的话 你叫他上巴里铺找我来 听不听见 走 一喊走 叮广的 仨人两台车 趴冷着一上车 全跑了 全回巴里铺了 敢说这边哥 史连发有点常识 捂着肚子都快捂不住了 那西瓜这啪啪往下逃 司机这一过来 老板 老板 赶紧的 赶紧打120 快点 看看车里有什么东西 给我按着点 我怕我肠子躺出来 快点 给我找个衣服啥的 给我勒不上 哥当时这后备箱里边 拿着西服 把这肚子那块给勒上了 要不坐地 肠子躺出来了 打的120 说没有15分钟 他这位置还挺好的 挺好找 15分钟以后 拉上急救车 给整医院去了 当天晚上开始飙伸 说你看另一边 使联发 标针的时候 人家司机把电话 打给小贤了 啪叉 这一干过去 喂 是贤哥吧 你好 哪位 贤哥 我是联发 大哥的司机 我小王 啊 老弟你好 咋的了 贤哥啊 大哥出事了 叫那个白天 那个什么 李玉良 那个大李小子 在回家的路上 给憋着了 完之后 拿那个手里边 那个小枪刺 给扎好几下子 现在给撂着了 哥 医院呢 怎么的 什么时候事 能有一个小时吧 大哥怎么样 不知道啊 哥里边抢救呢 我看这手术室的灯 还亮着呢 我马上过去 啊 还不让 哥 这是他们有人 要作死了 咋的了哥 这小逼崽子 还他妈挺生性 给史连发 扎医院去了 谁啊 白天那个 先不管他 先上医院 咱先看大哥去 看完大哥之后 再收拾他 赶紧的 走 一摆我手说走 说你看这边 贤哥 海波 大猛 二老爵 四个人开的 虎头们 直奔医院 进走廊 这灯还没灭呢 害哥里边抢救呢 贤哥哥走廊里边 待着 得他妈将你 三个两钥匙 把史连发 给推出来了 那就跟死了 是一样的 这边查着氧气机 那边放着心电图 钉刚的给推出来了 喊话也不知道 杂货迷了都 大夫说上 说这人命大 拿枪刺 给扎肚子里了 说再往上 一点就扎住肾了 扎住脾 扎住肝了 说幸亏 这个位置还行 属于说 蓝围往里边一点 把两边 这个肠子 给拉折了 但是大事没有 以后得养一养吧 你说贤哥这一听 这种事 磕疹呢 这并不是说 给连发大哥 扎的多严重 或者说 扎的伤的怎么样 这是磕疹的事 小贤 他们上午 给你摆事 下午你妈的大哥 挨扎了 你冲谁来的 你不冲贤哥来的吗 都气懵了 贤哥都气得 只咬牙 说从来都没认为 自个 说可长孙 还能怎么样 说你到外地 小贤吃亏 那很正常 哪个地方没有 说这个当地的 地头蛇 但你说可 长春自个的 一亩三文地 能有这种事 你这不存大脸呢 这不等于 巴巴扇自个 大嘴巴子一样吗 你说当时 可这病房旁边 妈的 你吕玉良 存是玩大了 在贤哥看来 你是啥呀 小鼻崽子 不懂事吗 说白了 是挺狠事 挺敢干 但是啊 在真正的江湖 或者说 在真正的社会面前 比如说 在贤哥面前 你还真未必 敢说你怎么样 对不对 说你看大理小子 把电话打给大哥了 他打这个电话 是有目的的 他无非就是 想告诉大哥 我为了你 我得罪了小贤 我是帮着你 得罪了小贤 小贤要找我 一接通电话 但是他没想到啊 说小贤 能找大理小子 大哥都懵了 不是 小贤为啥找你 啊 你干啥了 他找你啊 我感到小贤 都懶了 我干啥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